第471章 遍天 上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凤神 凤神大人 即使诸如皇子 长老这些凤凰神宗的顶层人物 平时也极少能聆听凤神的声音和见到他的真姿 有的甚至一辈子都见不到一次 再加上 此时正是所有人以为凤神已经消亡 内心惶恐之时 凤神却是忽然出现 无疑是以最直接的方式彻底摧毁了谣言 众凤凰长老在无尽的惊喜和激动中跪了下去 仰天膜拜 凤神的威压笼罩的是整个神皇城 神皇城的每一个角落 也都可以看到那双苍穹之上的黄金巨铜 一时间 所有凤凰弟子都是当场败道 仰视天空 激动得全身发抖 神皇城的选者们也有极大一部分 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跪拜了下去 在神灵的威压之下 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血液都几乎已经完全凝固 而对于凤横空来说 震惊要远远的大过于激动 因为他是仅有的几个知道凤神离世的人 而且是亲眼目睹了凤神的消失 看着天空的黄金巨铜 他震惊得久久无法回神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直过了好久 他才如梦方醒 缓缓跪拜了下去 黄吉圣玉古仓 拜见凤皇神尊 古仓身体恭起 行了一个恭敬的晚辈礼 古仓真人的年龄早已于千岁 但在凤神面前的确也只能算个晚辈 凌坤和姬千柔也都是恭恭敬敬的建立 在凤神面前 别说他们纵然是圣地 海皇天君建主这等人物都不敢造次 因为凤神是整个天玄大陆唯一一个踏入传说中的玄神之境 真正至高无上 宛若神话一般的存在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叶欣寒两眼瞪大 难以置信地看着天上的黄金眼铜 这个凤神 明明应该已经死了 这个黄金铜 或许可以是幻想 声音也或许可以是假的 但来自凤神的威压 却绝无 可能是虚假 因为那是一种比他的父亲天君夜魅邪 还要恐怖的气场威压 是一种绝对无人可模仿的神灵之威 苍穹之上 凤神的声音传来 每一个字 都震撼心魂 本神不过是沉睡几年 便竟有人胆敢在我凤凰神宗如此放肆 还欲读手伤本神的清传弟子 真是好大的胆子 凤神口中的清传弟子 自然是指凤雪泥 凤神的怒火当空压下 让所有人静若寒蝉 巨大的黄金眼瞳 在这时猛然闪烁 煞时 一个赤红的凤凰火环 从天而降 落在了夜心寒周围 一圈凤凰火焰 顿时爆裂的燃烧 将夜心寒牢牢的封锁其中 这是来自凤神的凤凰之言 其恐怖之极的高温 让圣地的几人都骇然失色 谷仓 林坤 姬千柔都同时快步向后 远离了至少三十多丈的距离 而凤凰岩围在其中的夜心寒 虽然并没有被凤凰火焰碰触到 但也如同一下子 掉落入了熔岩炼雨 身上的衣服 在一瞬间开始燃烧起来 夜心寒的脸上露出了深深的恐惧 他毫无怀疑 在这些凤凰火焰扑上来时 他将在短短几细之间 被焚成灰烬 这个世界上 有胆量杀他的人 寥寥无几 但凤神绝对算是其中一个 他可是有能力 将他的父亲都灭杀的人 而且以自己之前的作为和狂言 他要杀自己 简直再正常不过 面对死亡的威胁 夜心寒终于开始恐惧 他手忙脚乱地压下身上燃起的凤岩 强自镇定地道 凤凰神尊息怒 晚辈绝对没有冒犯凤凰神尊的意思 家父夜妹邪 也常告诫晚辈 绝不可对凤凰神尊失礼 晚辈只是听信凤飞烟之言 以为凤凰神尊已经先逝 所以才一时冲动 做出不治之举 还请凤凰神尊高抬遵守 饶晚辈一次 晚辈定然感恩戴德 绝不再犯 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 夜心寒不得不着重 把夜妹邪三个字喊出来 凌昆脸色不断变换后 终于还是向前 诚恳地道 凤凰神尊息怒 夜少公主毕竟还年轻 做出今日之举 虽然让人不耻 但年少冲动 并非不可原谅 而且雪公主完好无损 并未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日月神宫和凤凰神宗 一向井水不犯河水 若是日月神宗的少宗主 今天真的葬身于此 只怕 还望凤凰神尊三思 呼 凌昆的声音刚落 夜心寒周围的凤凰岩猛然窜起 扑到了夜心寒的身上 众人还未来得及大惊失色 所有的凤凰岩便已忽然熄灭 但冲击力并没有减弱 在一声众响中将夜心寒狠狠地撞飞出去 夜心寒翻滚着落地 连吐四大口鲜血 一张脸惨白如纸 摊在地上半天无法站起 凤神的冷力的声音从上空传来 哼 夜魅邪千年之中 曾拜访本神两次 也算是保有交情 看在夜魅邪和日月神宫的面子上 本神今日暂且饶你一命 马上滚出凤凰城 终生不得再踏入 若你再敢踏入凤凰城半步 本神必亲自出手 将你坟灭 还不快滚 凤神的每一个字 都带着沉重无比的威严和威慑 夜心寒舞着胸口爬起 转过身去狼狈无比的离开 连怨恨都不敢表露出来 他这次亲自来神皇帝国 就是为了凤雪尼 本是信心十足 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没想到 到最后 却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凤雪尼没有得到 月姬媚姬 还有重要工具 凤飞烟却都死在了太古玄州 先被姬千柔戏弄 后被凤神击伤 还重重得罪了谷仓 又在凤凰神宗面前 狼狈无比 尊严尽尸 最后还发现 就连凤神已死的消息 都是假的 堂堂日月神宗少公主 在凤神的威压之下 带着重伤 如丧家之犬般离开 凤凰神宗的人们 无不是激动的心潮澎湃 谷仓 姬千柔 凤坤三人的心境 更是复杂到了极点 他们本对凤神 已死的消息 已是九分相信 只有一分怀疑 今天才发现 那只是一个谣传 也或者 那根本就是凤神 刻意营造出的假象 这时 他们三人同时全身一紧 身体如同被万君山岳压制 身体 气息 都丝毫动弹不得 因为凤神的注意力 集中在了他们三人身上 你们三圣地 是不是也以为本神已经死了 谷仓真人叹息一声 还算平静地道 惭愧 我黄极圣谕 的确听到类似传言 而且已相信了大半 今日得知凤皇神尊安好 古某心中大位 相信圣地大人知道后 也一定倍感安慰 本神是凤皇的神灵 与天地同在 天地不灭 本神永不消逝 就算是整个天玄大陆都灭亡 本神都不会死 你们三个远来是客 是去是留 还请自便 但莫要试图挑衅我凤皇神宗的威严 岂敢 岂敢 凌昆连忙攻身道 凤神带给他的威丫 要远远地超过建筑 轩辕问天 横空 带雪泥带本神这边来一趟 凤神最后一句话说完 那双黄金眼瞳缓缓闭合 然后消失在天空之中 恭迎凤神大人 众凤皇弟子齐声高呼 但依然败倒在地 久久没有起身 明儿 待阵善后 凤横空简单地丢下一句话 带起昏迷中的凤雪泥 迅急地飞向凤神大殿 凤神离开 那股遮天蔽日的压迫感 也随之消失 谷仓真人微呼一口气 向凤夕臣道 十四皇子 凡请带谷某去看看猎徒 谷仓真人主动和自己说话 凤夕臣一阵惶恐 连忙道 好 谷前辈这边请 凤皇神灵现身的事 惊动了整个神皇城 很快 这种轰动效应 又以极快的速度 蔓延至整个神皇帝国 神皇城上下一整天 谈论的都是凤皇神灵现身的事 热烈程度 甚至压过了七国排位战与太古玄州 现在 四大圣地也应该都已知道了 凤皇神灵根本并未消失的消息 在神皇国人振奋无比的同时 一个消息 却让神皇城中的所有苍锋国人如被冷水浇顶 冷彻心扉 昨日以一人之力 击败凤皇神宗十大天才弟子 在七国排位战 为苍锋国取得历史性守卫的云彻 为了救雪公主 永远葬身在了已消失的太古玄州之中 凤皇城外 郑信高采烈向这边跑来 准备如约和云彻一起回苍锋国的灵节 在得到消息后 如被天雷轰顶 整个人待在那里 久久一动不动 犹若化作了一个无魂的雕塑 时间很快从清晨 流转到了下午 喧闹了一天的神皇城 也总算安静了下来 神皇帝国帝王寝宫 凤锡明脚步匆忙地冲了进来 急切地问道 父皇 雪妮现在醒过来没 凤神大人原来根本没有先世 莫非凤神大人故意制造先世的假象 就是为了看四大圣地的反应 和右出宗中怀有一心的人 不 凤横空的声音无比的平静 他转过身来 脸色一片冷静 凤神大人三年前的先世 并非是假象 今日的一切 才是假象 是 什么 凤锡明一下子屏息 今天出现的凤神大人 不过是凤神大人在先世之前 为了防止自己已死的是泄露 为凤皇神宗引来灾难 所以以最后的力量 留下的神灵幻影 如今 凤神遗留在世的最后力量 也完全地消失了 他让我去凤神大殿 便是以最后的灵魂之音 告知了朕这些 凤横空声音沉重地道 凤锡明神情呆滞 久久不言 好一会儿 才叹息着道 凤神大人锐智 早就预料到了今天 现在 全天下 包括四大圣地 都定然以为凤神依然存在 有凤神大人的威慑 四圣地也绝不敢再 妄动我凤皇神宗 只永远包不住火 虽然现在得以安定 但凤神 已亡的事实 终有一天 还会是泄露出去 凤横空眉头拧紧 神色越来越决然 明儿 你今天也看到了 若是没有了凤神的存在 四圣地是如何的 轻视我凤皇神宗 现在没有了凤神 雪泥也才只有十六岁 在雪泥完全成长起来之前 我们能依靠的 只有自己 必须在最短时间里 以最快的速度 让自己强大起来 父皇的意思是 凤横空眼睛眯起 淡淡地道 苍丰国的那个 潜藏的巨大紫金矿 我们必须得手 凤坤殿所探知到的 诸多讯息都表明 那其中 似乎隐藏着 大量的紫脉神经 若是真的 那么它将会成为 我们宗门的极大助力 明日开始 全军整备 三个月后 兵入苍锋国 三年之内 务必全力攻下苍锋 所有版图 本章完 第472章 变天 下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古苍带着下元霸 玉空而行 返回向黄极圣玉 他们的速度并不快 一路之上 两人之间异样地沉默 下元霸脸上无喜无悲 全身自始至终 一动不动 就连眼神都没有任何的变动 一直正正地看着前方 就如一个没有了灵魂的目 古苍不断侧手 看向下元霸 心中阵阵叹息 两久 他终于出声道 元霸 你也已经尽力 事已至此 你也不要再伤心自责了 下元霸神态正然 毫无反应 哎 古苍真人常常叹息一声 道 我知道 你现在一心想要为云彻报仇 但你强行唤醒悬脉中的原力 导致你为完全长成的悬脉 承受过重的负荷 至少两年之内 你都将无法使用半点悬力 这段时间里 你需要抛开杂念 尽心尽养 叶心寒 毕竟是日月神宫的少公主 你想要报仇 就算抛开黄极圣玉 和日月神宫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是难如登天 下元霸依然毫无反应 两年前 在天剑山庄 他以为云彻为了救他而死时 嚎啕大哭 激进精神崩溃 但这一次 他却没有掉一滴眼泪 就连过激的反应都没有 甚至整整半天过去 一个字都没有说过 平静地吓人 这时 他终于有了动作 抬起手掌 缓慢地 按在自己的胸口上 口中发生嘶哑 而沉寂的声音 师父 弟子想要闭关三年 闭关三年 古仓真人面露惊讶 但看到他手掌所放的位置 他眸光一动 忽然道 莫非 你的悬脉有什么一变 下元霸没有说话 古仓真人迟疑一会儿 还是点头 既然这是你所愿 为师当然不会反对 一切 回圣域再说吧 下元霸终于开口说话 古仓真人的心也放了下来 飞行的速度明显地加快 坦白说 古仓真人不知道自己是该忧 还是该喜 在与云彻重逢后 下元霸表现的是另一种 完全不同的性情 变得格外温和热烈 而这与霸皇之心全然相悖 让他担忧着下元霸的静静 会不会就此停滞 甚至倒退 如今 云彻葬身太古玄州 带给下元霸的 是沉重的打击和刻骨的怨恨 在自责和怨恨之下 复仇成为了他最大的渴望 在如今已无法使用旋律的下元霸身上 古仓清楚地感觉到了一股 让他都有些心惊的恨意 而这滔天的恨意 将会狠狠地刺激着 他去疯狂地追逐足以复仇的力量 亦会让他变得越来越冷漠沉寂 这些 都会极强地刺激他霸皇之心的成长 也同步催动着霸皇神脉的觉醒 只是 一个未来无法估量的天才 就此陨落 让人无法不 深深惋惜 苍万赫如同一下子失去了全身的力气 缓慢而无力地坐倒在龙椅上 脸色一片惨白 这件事 已经确定是真的了吗 苍万赫神色惨然地道 是 直到太古玄州消失 驸马也没有出来 后来凤皇神宗也对外承认 驸马是为了救雪公主 才 才葬身其中 现在 七国都应该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苍万赫的贴身太监 神情悲痛地道 他置物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道 皇上 请你节哀 还有一件事 奴才 奴才不知该不该讲 讲 是 刚才半个时辰里 苍兰 魁水 加罗 天香 黑煞五国分别传音 取消了昨日预定的来访 那太监瞥了一眼苍万赫的脸色 又慌忙道 不过皇上无须动怒 驸马 是为了救雪公主 而死 神皇帝国那边 一定会给予我们重谢 说不定 神皇帝王还会亲自来访 苍万赫常常的叹息一声 闭上眼睛 摆了摆手 你下去吧 让朕安静一会儿 另外这件事 不要让月儿知道 你下去吧 苍万赫的声音刚刚落下 殿外 忽然传来清晰的倒地声 随着一个宫女的惊呼声传来 啊 苍月公主 快来人啊 苍月公主昏倒了 苍万赫心中一惊 猛地站起 慌忙冲了出去 月儿 今年之前 没有人会想到 甚至云彻自己 都不会想到 她一个人的生死 会牵动一整个国家 如今 她在太古玄州陨落的消息传来之后 整个苍峰国都为之动荡 而且 是极其剧烈 足以决定 苍峰国未来的动荡 天剑山庄 夜幕落下 灵天逆扶在 御剑台的上空 翘首仰望着 繁星遍布的夜空 成千上万只飞剑 在她周围飞舞 却没有一把 能进到她十丈之内 林月峰动作轻缓地 来到灵天逆身侧 恭敬地问候 父亲 杰儿去哪儿了 灵天逆平缓地道 声音透着一种 难言的沧桑与孤寂 杰儿她现在 身在神皇帝国 要回来 还需要些时日 林月峰道 她宁目看着 林天逆的样子 道 父亲 你是不是有什么 重要的事要交代 唉 林天逆发出一声 悠长的叹息 这苍峰国的天 是要彻底地变了 林月峰心脏一跳 父亲的意思是 你这些天做好准备 带杰儿回来之后 让玉凤带着她和云儿 去到天威监狱 待上几年 待天威绝剑修炼之 大圆满后再回来 这段时间 我们天剑山庄 也暂且闭庄吧 林天逆声音 沉重地道 闭庄 为什么要闭庄 林月峰今生道 因为我们阻止不了 苍峰国的这次天变 就连干涉都不能 我们所能做的 唯有独善其身 自我保全 林天逆探声道 这 到底是什么大事 要发生了 还请父亲明示 林月峰满脸惊疑的道 再过不久 你就会明白了 闭庄之后 外界纵然风云颠覆 也不要理会 任何外客都不要见 尤其是苍峰皇室 和冰云仙公 他们若登门相求 绝不可答应 切记 林月峰的脸上露出 深深的惊诧 看着林月峰 肃然中透着 深深无奈的面孔 他只得缓缓点头 是 另一个地方 另一个空间 所有人都以为 已经葬身在 太古玄州的云彻 却并没有死 相反 此时的他 比任何一刻都要清醒 太古玄州 消失在神皇城 上空的那一刹那 黄暴无比的空间 乱流袭来 让他的身体 如同瞬间被万千把 钢刀弯刺切割 让意志力极强的他 都痛苦地嘶声吼叫 空间在疯狂地破碎 扭曲 撕裂 他的身体也在破碎 扭曲 撕裂 他的身躯在一瞬间 便已是血肉模糊 那笼罩着全身的恐惧撕扯力 让他感觉到 全身的骨头 都仿佛被全部脚断 死亡临近的感觉 从未如此地清晰 但出于求生的本能 云彻拼尽全部的旋力和意志 张开了风云所日屏障 吃 吃 吃 风云所日所住起的强大屏障 让云彻得以缓和 但屏障 也在空间乱流中 大幅度地扭曲 崩坏着 随时都可能完全崩溃 这时 云彻的耳边传来 茉莉无比凝重的声音 给我好好地听着 太古玄州 现在正处于空间穿梭状态 这个状态 不知会持续多久 或许要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 而这个过程之中 太古玄州 每时每刻 都将充斥着空间乱流 在这持续的空间乱流之中 就算是一个高等的帝君 用不了多久 也会无法支撑 被撕裂成灰烬 但是 你却还有一丝 能活下来的希望 因为你有着龙神之躯 你的肉体 尤其是你的骨骼 没有那么容易被完全摧毁 最重要的 是你有大道浮屠绝在身 空间乱流虽然可怕 空间乱流之中 所蕴含的天地之力 是寻常环境的数十倍 如果你想活命 就全力运转大道浮屠绝 尽最大可能 吸纳空间乱流中的天地之力 来修复身体 和恢复旋力 若你的恢复速度 能勉强与受损幅度持平 甚至超过 你就能够活下来 这是你唯一的希望 茉莉的声音 让本已近代死亡的云彻 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眼前的视线完全地扭曲 扭曲的空间里 飘荡着自己的血肉 本已沉寂下去的意志 在求生的欲望之下 无比强烈地苏醒 她嘀吼一声 凝聚所有心神 疯狂地运转大道浮屠绝 云彻头顶上 出现了一个金色的气旋 气旋起初缓慢旋转 然后旋转得越来越快 越快越快 最后 清晰地映现出一个 小巧的金色塔影 在动荡的空间之中 这个金色塔影 却是毫无扭曲的痕迹 金色塔影 在云彻的头顶缓慢旋转 然后快速地吸纳了 周围的天地之气 第一个瞬间 云彻的瞳孔之中 就一下子溢满了惊喜 因为茉莉说得完全没有错 空间乱流中 所蕴含的天地之力 浓郁地完全超出她的想象 在大道浮屠觉的吸纳之下 就如奔流的江河一般 涌入她的体内 顿时 云彻体内的生命之息 如同被完全点燃 化作激烈的燎原之火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修复 愈合着她所受到的严重创伤 云彻身上的伤气重无比 全身上下 几乎找不到一丝完好的地方 但随着大道浮屠觉的持续运转 她的身体 虽然每一息都在承受着无比巨大的损伤 但每一息 又在被以极快的速度恢复着 逐渐地 十息过去 百息过去 半个时辰过去 一个时辰过去 三个时辰过去 一天过去 云彻全身上下 依旧血淋淋一片 但却始终没有再继续加剧 而云彻 也还清醒地活着 在这天地之力 旺盛到惊人的太古玄洲之中 大道浮屠觉所带来的惊人恢复力 竟基本持平于空间乱流 对她造成的损伤 让她在这充斥着恐怖空间乱流的太古玄洲中 整整一天都没有死 而她的躯体 在这一天之中 被损伤 修复 损伤 修复 次数高到了难以计数 她的旋力 也在这个过程中 为了维持生命力 而大幅度的损耗 又大幅度的恢复 在频率高到恐怖的周而复始中 她的身体 还有旋力 也在被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淬炼着 本章完 第473章 天玄之境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哼 还算不错 居然真的活了下来 茉莉的声音 虽然是那种习惯性的冷漠 但她的内心 却也是如是重负 云彻的面孔 完全被血色淹没 看不出她的表情 她的头顶上 但金色的浮屠塔 一直缓慢地旋转着 毫不停歇地吸纳着天地之气 而云彻也绝不能让她停歇 否则 短短几夕的时间 她就会被空间乱流 撕成碎片 在过往的历史中 也曾有不少人 因各种原因 没能离开太古玄州 他们之中有霸皇 甚至有一个帝君 霸皇在其中 用尽全力 也没有一个 能撑过三百息 而那个帝君 也只是支撑了十几天 便被撕碎 短时间这种程度的空间乱流 霸皇或帝君 可以完整地抗下 但这种分毫不断的灾难风暴 再强大的霸皇或帝君 都无法一直支撑下去 但实力远远逊色于霸皇的云彻 却是硬生生地活了下来 虽然活得无比痛苦和凄惨 云彻的牙齿 已几乎被她全部咬碎 此时的她每一息 都仿佛处在荆棘炼狱之中 混乱的空间撕裂 和扭曲着她全身的每一个部位 换作一个意志力稍弱的人 就算能支撑下去 也宁愿选择死亡来获得解脱 时间就在炼狱一般的空间风暴中持续着 只是云彻已经根本感觉不到了时间的流速 在疯狂压榨着自己所有意志力的痛苦支撑中 她全然不知道 时间已经就这样过去了整整一个月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精神的凝聚 浮屠塔的旋转 旋力的释放 没有过半夕的停止 如果现在告诉她 她已经在这种环境之持续了 整整一个月没死 她自己都不会相信 这一个月的时间 她的血液不断飞洒 再生 皮肉不断碎裂 再生 旋力不断消耗 回复 她的身体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所承受的淬炼次数 要远远超过她两世的总和 云彻的身前 一直站着一个一身红衣的玲珑身影 这一个月 茉莉都没有回到天毒株之中 而是默默地注视着云彻的每一丝变化 在云彻坚持到第十天时 她便已经足够惊讶 以为她会随时支撑不住 但云彻的极限 又一次超出了她的预料 云彻自身的意志力 就无比的顽强 更何况 她还被赐予了龙神之魂 云彻的变化 她自己并不能感觉得到 但茉莉却是看得清清楚楚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云彻的支撑力 必然会持续下降 无论护身旋力的释放速度 还是浮屠塔的运转速度 都一直在持续地减弱着 但空间乱流的强度 却始终没有任何衰减 但云彻却依然能保持不死 维持在损伤和恢复的平衡之中 那是因为 她的躯体强度 还有旋力的浓郁程度 都在这个过程中 以惊人的速度暴涨着 一个月的时间 旋力的浓郁程度 提升了足足三倍 身体的持续损伤 和持续再生 刺激了龙神之髓 让再生的血液中 龙神血脉的浓度越来越高 她身上的龙神气息 也比之之前浓郁了近两倍 比我想象的还要夸张 茉莉目视云彻 低声自言自语着 随之忽然淡淡一笑 低语道 看来我的选择 果然没有错 但纵然有龙魂之魂的存在 一个月的时间 也彻底触及了云彻的极限 云彻的身体开始 剧烈摇晃起来 头顶的浮屠塔旋转的速度 越来越慢 最终 塔身的金色都暗淡了下去 仿佛随时都可能消失 茉莉欠眉微动 以师父的口吻和姿态力声道 云彻 好好听着 现在是考验你意志力的时候 不想死的话 就给我拼尽一切地坚持下去 如果你能坚持一年的时间 那么 你的身体就有可能完全适应 这里的空间乱流 再也不受其影响 到时候 你的身体也会变得比一个帝君还要强韧 整个天旋大陆 都没有多少人能伤得了你 而如果你坚持不下去 你就只能死 茉莉的声音 清晰无比地传入云彻的耳中 她摇摇欲坠的意志力 在茉莉声音的刺激之下 勉强清醒了几分 头顶的浮屠塔 再次闪烁微弱的金色光芒 一小会儿后 她发出了模糊之极的声音 一 年 茉莉冷漠地道 在这种情境之下 支撑一年的时间 在你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但 我所知道的一些绝世强者 包括我的哥哥 他们为了成为强者 经历的磨难 要比这艰难和残酷千万倍 甚至是你根本无法想象 而强者之所以能成为强者 就是因为他们 能承受常人所不能承受的磨炼 能以巨大的执念和意志力 完成常人眼中的不可能 如果你因为不可能 绝望 或无法忍受的痛苦 而不愿意拼命去坚持 那么 你不但永远成为不了 超越常人的真正强者 还会就此死在这里 连未来都不会有 茉莉的话直击心灵 狠狠地刺动着云车的神经 也将他的倔强执念 和傲气强硬地唤醒 他一声沉闷的嘀吼 闭合了近一个月的眼睛 一下子用力地睁开 眼眸之中 一片惊人的血色 几乎完全沉寂下去的旋力 再度强烈地涌上 浮屠塔释放出 着眼的金色光芒 极大幅度地吸纳着天气之地 也让他破损不堪的躯体 再次进入快速地恢复状态 云车的状态 让茉莉的眼神顿时缓和了几分 但他知道 这只是云车在他言语刺激下意识的短暂激愤 很快就会再次濒临崩溃边缘 而且是更为严重的崩溃 以云车自身的基础和实力 能坚持到这种地步 已经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想要就这样坚持一年 的确是难于登天 而茉莉等待的 是一个应该会出现的契机 这时 云车忽然感觉到自己拼命释放的旋气 一下子中断 旋脉中的旋气 完全失去了控制 混乱地躁动起来 甚至体内的旋气也没有涌出 反而如被什么牵引一般 返回向了旋脉之中 所有的旋气 在旋脉之中 凝成一个巨大的气旋 狂躁无无比地旋转着 云车的心神猛地移动 这是 碰 灶乱的气旋忽然炸开 与此同时 云车的旋脉之中 也闪耀起如星辰般璀璨的红蓝光芒 随之 一股股浑厚无比的旋气 从它旋脉深处蜂拥而出 如洪水一般 迅急地涌向了全身各大经脉 旋脉开始了快速舒张 经脉也在旋气的注入之下 收缩疏动 仿佛是在兴奋地舞动着 地旋径的旋气 呈现稀薄的白色 而此时云车内饰之下 看到的却是一片浓郁的纯白 就如流动的白浆一般 其浓郁程度 胜过之前不知多少倍 扩散向身体表面的护身旋力 也随之强横了数倍 让云车身体所承受的损伤和压力 一下子暴跌 身体恢复的速度 顿时大幅度地压过了受损的程度 旋脉中的赤 蓝光芒交香灰映 更加地着眼明亮 云车原本疲惫不堪 激进崩溃的精神 一下子变得无比清醒 整个人如同忽然重生了一般 他感受着旋脉 旋气 身体和精神的变化 内心洋溢着巨大的惊喜 气息外放 他对整个世界的感知 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就连周围的空间风暴 都变得不是那么可怕 突破 从地旋径 到天旋径的突破 在这噩梦一般的空间灾难下 在地狱般恐怖的淬炼之下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云车的旋力 便突破了地旋径的境界 正式踏入了天旋之境 云车在惊喜中 迅速收敛心神 全力对抗空间风暴 大境界突破的他 旋力和精神力 全部完全恢复 处在一个顶峰状态 在地旋境界下 都能依靠大道浮屠绝 勉强抗衡的云车 在此时的状态下 可以说应对的很是轻松 逐渐的 他身上的血迹 一点点的减少 开始缓慢露出 他的面孔 身躯 到了后来 身上的血迹和伤痕 才刚刚出现 便很快消失 虽然 这个过程中 云车依然每一息 都不斥于承受千刀万剐 同样必须集中精神 不得停止 但比之之前 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不错 比我预料的 还要早上一些 莫莉低声自语 随之 嘴角忽然勾起一丝诡异的笑 看起来 需要增加些难度了 莫莉嫩白的手掌伸出 虚空一抓 顿时 一个数尺长的空间裂痕 出现在了莫莉的身前 寻常的空间裂痕 在出现之后 都会以极快的速度消逝 但这个空间裂痕 却是始终张开 别说消逝 就连收缩都没有 莫莉身体一闪 踏入空间裂痕之中 随之她 身躯的完全没入 空间裂痕 顿时消失 而一切 宁神对抗空间风暴的云彻 自然没有看到 莫莉也不会让她看到 下一瞬 莫莉的身影 在另一个空间出现 周围时而是一片黑暗 时而是一片混乱的色彩斑斓 这里 是空间的夹缝 亦可以称之为 空间隧道 一个常人根本不能理解 更别说能达到的地方 莫莉的前方便是那庞大无比的太古玄洲 她在这神秘的空间隧道中急速穿梭着 不知要穿梭向何方 莫莉目光锁定太古玄洲 手掌抬起 掌心红光闪现 然后轻描淡写地拍打在玄洲之上 莫莉的身躯在这太古玄洲面前 就如沧海中的一个沙尘般渺小 但就在莫莉的手掌 碰触到太古玄洲的那一刹那 整个太古玄洲 瞬间便完全被红光所笼罩 庞大到无法形容的推动力下 她在空间中穿梭的速度骤然加快 其内部的空间乱流 也是瞬间大幅度加剧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 莫莉的小手再次一滑 又一道空间裂痕 出现在她的身前 她刚要踏入 忽然 一个妖异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叠叠叠叠 居然有人类敢踏入本王的领域 还是个小女娃娃 叠叠 本王可是好几万年 没有品尝过新鲜的人类了 莫莉缓慢地转过身来 脸上依然挂着 与年轻和精致到过分的容颜 完全不服的冷漠 石坤兽 石坤兽 生存于空间夹缝 以空间为食 偶尔会吞食进行空间穿梭的生灵 是存在量极少的超高等上古异类玄兽 本章完 第474章 暴走的空间乱流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能在这里生存 看来这个小女娃娃的实力 至少在神军境 但这里是我们的领域 乖乖地成为我们的补品吧 另一个低沉恐怖的声音传来 随之 交错着黑暗与色彩斑斓的世界里 出现了两对扭曲的黑暗眼瞳 两只石坤兽 在整个混沌空间 石坤兽存在的数量 加起来也不超过30只 一个人穿梭空间几千万次 也不一定能遇到一次石坤兽 而若是遇到 那便是走了天大的厄运 因为这里是空间的夹缝 一个极其难以释放出旋利的地方 除非强大到离谱 否则遇到石坤兽 便只有全力窜逃这一选择 但石坤兽对空间的掌控和干涉能力 远非寻常生灵可比 它可以轻易地中断目标的空间穿梭 让其无处遁逃 就算不被石坤兽吞噬 也会马上被崩裂的空间隧道吞噬毁灭 而同时 遇到两只石坤兽 这已经不能单纯地用厄运来形容 面对这人人恐惧的空间恶魔 茉莉却是一脸冷然 不但没有选择逃离 反而将刚刚撕开的空间裂缝收起 低冷得道 你们 是在找死吗 我们 找死 爹爹爹爹爹爹 还从来没有人敢和本王如此说话 原来如此 你居然只是一个没有了躯体的可怜灵魂体 怪不得可以长久存在于这个世界 可怜灵魂提几个字 让茉莉的一双心眸沉下 眸光忽然变成了赤红色 全身骤然释放出让 空间风暴都出现刹那停滞的恐怖杀气 找死 茉莉手指伸出 指尖之上闪耀起一点耀眼无比的新红色光芒 那点光芒之强烈 就如万千星辰的光芒都汇聚到了其中 煞时 茉莉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完全的静止 整个空间 直接化作了一个越来越大 疯狂像四周吞噬的恐怖黑洞 正在向茉莉逼近的 两只石坤兽同时停止 看着那让空间都站立的红光 四只猙獰可怖的扭曲眼眸开始色缩 流露出震惊和深深的恐惧 一个带着明显颤抖的声音响起 天 天 天杀心神 不可能 天杀心神明明中了神主镜 都中之 必死的是神觉伤毒 早已在四年前陨落了 不可能 看来你们知道的 还真是多 茉莉的心眸变得更加阴冷 身上的杀气 更是浓郁的追魂刺骨 那你们就更应该死 一 线 天 声音落下 茉莉的手指虚空一滑 煞时 一道新红色的线 横跟在了这个奇异的世界之中 仿佛将这个世界 直接切成了两半 这道红线 印在了一只石坤兽的躯体上 从它两只恐怖的眼眸中间 无情地划过 下一个瞬间 那两只眼眸便直接分开 消散 一个模糊的黑影 完全消融在这奇异的空间夹缝中 这只已存在近十万年的石坤兽 死亡前连一丝惨叫声都没能发出 心神大人 饶命 饶命 另一只石坤兽在恐惧中倒退 之前 他还对那点红光有所怀疑 因为他所知道的 可以使用这个力量的人已经殒灭 永远不可能再出现 但此时 看着自己的同类 竟然在自己的领域被一息泯灭 他经得差点魂飞魄散 怪叫一声 以最快的速度 向空间深处逃窜而去 想逃 哼 茉莉不屑地冷笑 指尖之上再次红光闪耀 新红光芒还未完全要起 他的脸色忽然一白 刚刚凝聚的旋力光芒也随之消失 而这短暂的停滞之下 石坤兽已完全隐没入空间之海中 再无半点踪影 两年多的时间一直身处天毒株之中 而且没有动用丝毫旋力 茉莉身上的弑神绝伤 独已被净化了超过三分之一 可使用的力量也远非以前可比 但也完全没有达到可妄动的程度 他快速压下差点发作的毒力 刚要追赶 但身躯随之又停滞了下来 目光看向了已远去的太古旋洲 他强行推动太古旋洲 增强了太古旋洲内部的空间暴动 但他无法确定 云彻能否在这样的暴动之中支撑下来 若是他承受不住 他又不在旁边看着的话 将会有直接死亡的危机 短暂的挣扎之后 对云彻的担心 还是占据了上风 他放弃了追赶 撕开了一道 回到太古旋洲内部的空间裂痕 在他的身影没入裂痕中时 一个几乎能冻结灵魂的冰冷声音 传至了这个原本无法传递声音的异样世界 你若敢把本公主还活着的消息散播出去 本公主避免你们石坤泉足 啊 啊 在突破至天旋境界 在空间乱流中 完全稳定下来的云彻 还未能喘息太久 便忽然感觉到空间乱流 一下子变得更加狂暴 就如海面上的微波荡样 一下子化作滔天巨浪 他的躯体在几细的时间里 再次变得血淋淋一片 云彻两排牙齿 再度死死地咬在了一起 使间溢出生生痛苦至极的声音 他全身旋力全力运转 头顶的金色浮屠塔 更是以最快的速度旋转着 旋力的消耗与恢复 躯体的损伤与再生 速度和频率都高出之前数倍 高到了一个恐怖到 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如果云彻的旋力 不是出现了大境界的突破 在这样的空间风暴中 就算有龙神之躯和大道浮屠 也根本连三十系都不可能支撑得下去 茉莉默默地看着云彻的状态 精致如雌语的小脸上 毫无神情 不知不觉间 七个时辰过去 云彻的躯体 开始出现了摇晃和抽搐 恐怖的空间乱流 好几次破开了他的胸膛 差点毁灭他的内脏 也有好几次 差点撕裂他的喉咙 茉莉知道 云彻已经达到了他目前的临界点 眸光一动 掌心之中微微闪动了一瞬无色的光芒 煞时 周围的空间出现了一瞬的凝固 随之 空间乱流明显变得平缓起来 然后逐渐平缓至七个时辰之前的程度 如同缠绕着自己的飓风 回落成了狂风 云彻在之前的空间风暴中 一直保持端坐的身体 反而在忽然而至的平缓中 瘫倒在了地上 身下快速地积累起一大滩血 大口 喘息了好一会儿后 他艰难地坐起身来 宁心静气 开始恢复起身上的伤势 空间乱流虽然缓和 但吸纳天地之气的速度 却只有小幅度降低 在平缓下来的空间乱流中 云彻用了半个时辰的时间 便让身上的血迹 消失了七七八八 旋力 也在持续保护身体的同时 堪堪恢复了一小半 云彻睁开眼睛 视线透过不断扭曲的空间 看到茉莉正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她重重喘了一大口气 微微咬牙道 刚才 是怎么回事 空间乱流 怎么会忽然暴动得那么可怕 茉莉淡淡地道 这个太古玄州 一直处在空间穿梭状态 出现任何程度的波动 都是正常 现在虽然平缓了下来 但不要高兴得太早 刚才那种程度的空间乱流 一定会再次出现 甚至要比刚才还要可怕 持续的时间也会更长 你别忘了 太古玄州三百年 在天玄大陆出现一次 如果它不在其他空间现身停留的话 那么 它有可能要整整穿梭三百年 三百年的空间穿梭 遭遇什么程度的空间乱流 都有可能 你的喘息时间 应该没有多少 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凝神 恢复自己的身体和旋力 在这太古玄州中的一个月 每一秒都如同处在地狱之中 哪怕有片刻的松懈 身体就会被撕成碎片 此时的空间乱流状态 对天玄大陆的任何一个生灵 都不斥于炼狱 而对刚刚遭遇了数倍 空间乱流的云彻而言 却简直就如美好的天堂一般 它在抵御乱流的同时 分神看向了周围 虽然空间风暴无比可怕 但这里的墙壁 地面 却是没有一丝的损伤 就连微小的划痕 裂缝都看不到 其强韧程度 无疑是极端恐怖 就算能抗住这里的空间乱流 但 周围的墙壁 却是另一道无法跨越的天堅 这里的一砖一旦 都承受了不知多少年的空间风暴 却是找不到一丝损伤的痕迹 自己就算在空间风暴中活下来 又该如何去毁掉石门 离开这里 这个念头在云彻脑中闪过 但马上被他努力压下 全力凝聚心神 在自己已经有能力压制的空间乱流中 以余力恢复着身体和旋力 他不是一个会轻易灰心 更不会轻易绝望的人 否则 他也不会在这样的炼狱中 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只要还有一息尚存 哪怕要承受的东西 千百倍的超过常人的极限 他也绝不会让自己的意志屈服 现在不是想怎么从这里离开的时候 而且要拼尽全力在这里活下来 然后像茉莉说的那样 一点一点的 让自己的身体完全适应这里的空间乱流 空间乱流的相对平缓并没有持续太久 一个时辰后 空间乱流再次暴走 一刹那 就如无数可怕的死神 咆哮着向云彻飞来 用死神的镰刀 残忍无情地切割着他的身体 云彻眼睛瞪大 爆吼一声 玄脉中的玄力最大程度释放 大道浮屠诀也以最大程度运转起来 他不知道 如今的处境 什么时候才可以停止 他或许会最终死在这里 但 他绝不会允许自己的意志 陷于身体屈服于死亡 本章完 第475章 停止的太古玄州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这一次 云彻支撑了七个时辰 加两克钟 每一息都在凝聚全部精神 对抗空间风暴的云彻 并不能感觉到 自己所能支撑时间的变化 但茉莉却是计算得清清楚楚 虽然只是增加了两克钟 但已足够彰显着云彻的身体和旋力 在七个时辰的空间风暴淬炼后 前一幕画中有了 多么惊人的变化 在云彻达到临界点后 空间风暴再次变得平缓起来 已经半只脚踏入死亡关卡的云彻 瘫倒在地 拼命喘息 然后四分精神抵御 平缓下来的空间风暴 六分精神恢复伤势和旋力 在他总算恢复得差不多时 空间乱流 再次变得狂暴起来 第三次 云彻支撑了七个半时辰 第四次 支撑了近八个时辰 时间 就在这无法脱离的窄小空间 和仿佛永无休止的空间灾难中 缓慢流过 这期间 云彻没有和任何人战斗 但每一息 却比任何战斗 都要拼命和险恶 他的身体 再一次次的再生中 变得越来越坚韧 他没有任何闲暇去修炼旋力 但旋力强度 在以惊人频率的释放和恢复之下 变得越来越浓郁 以惊人的速度暴涨着 八个月后 云彻的旋力 从天旋径初期连续突破 直接窜升到天旋径五级 平均两个月 就会提升一个等级 这可是天旋径界的旋力提升 从天旋径一级 到天旋径五级的提升 比之从初旋径到地旋径巅峰 还要艰难得多得多 也就是说 云彻这八个月的提升幅度 比之 他拥有邪神旋迈后三年半的提升 还要大上许多 这样的提升速度 足以让天旋大陆最高层层次的那些强者 都震惊不已 同时 由于云彻绝大多数的时间旋律 都处在全力释放的状态 所以他的旋律等级 虽然提升得极为迅猛 但却也格外浑厚凝实 没有半点短时间内旋律暴涨 而带来的旋气虚浮和不稳 这一次居然坚持五天 茉莉低声自言自语道 云彻每一次的变化 他都清晰地看在眼中 此时的云彻 也又一次达到了所能支撑的临界点 随着旋律和恢复能力的大幅度减弱 云彻的身体开始剧烈扭曲起来 随之咔嚓声响起 皮肉之下 云彻的骨头 开始被空间风暴一根根地催断 经脉也根根断裂 看来差不多了 茉莉伸出手掌 便要阻隔大半的空间风暴 而在这时 云彻的口中 忽然发出一声似痛苦 似愤怒 又似不甘的低营 本该枯竭的旋律和精神猛地涌上 死死地遏制住空间风暴 对他身体的冲击 茉莉的动作 也顿时迟缓一下 他看到云彻的身上 忽然闪动了一瞬淡淡的悬光 顿时低语一声 又要突破了吗 嗯 不对 好 一声低沉而震撼的龙吟 忽然从云彻的身上响起 直震荡的空间微微一致 龙吟声中 云彻的身后 顿时浮现起一个苍蓝色的龙吟 这个龙吟快速地放大 整整持续了五息之后 才缓慢消失 与此同时 茉莉从云彻的身上 竟分明感觉到了一种 近似于死亡荒原 太古苍龙的气息 咔 咔 咔 云彻的身上 传来清晰无比的骨骼声 却不再是骨骼断裂的声音 而是骨骼缓慢重生的声音 就连皮肉也缓慢地再生 唯有他的精神 依旧贫瘠弱 摇摇欲坠 却在这瀕临精神极限的状态下 硬生生地抵挡住了 空间风暴的冲击 他的龙神血脉 竟然已经达到了千分之一 茉莉的声音中 带着微微的惊然 他远远要比云彻清楚 千分之一的龙神血脉 是怎样的概念 云彻身体内 那微小的一点龙神之髓 在一个凡人的躯体 和低等的位面之中 想要生出一滴龙神之血 在正常情况下 要至少数年的时间 但在这太古玄州之中 无数次的血肉再生 也无数次的刺激着龙神之髓 再加上大道浮屠绝 时刻带来的天地之气滋养 这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让云彻的龙神血脉 浓郁了近二十倍 现在的云彻 纵然不释放半点旋力 仅凭身躯强度硬抗 一个低等王座的攻击 都基本不可能受伤 看来还能再继续抗一段时间 茉莉放下手掌 亲密着微样红光的眼眸 观察着云彻身体的 每一丝变化 最初的时候 他想方设法 想要云彻变得强大 只为自己能够重塑身体 但随着云彻实力 一点点变得强大 而且速度上远远超过 他最初的预料 他在不知不觉中 竟有了想看到这个人类 究竟能够在他离开他之前 走到哪一步的念想 而且这个念想 一直在悄然变得越来越强烈 只是他自己 却并没有发觉 时间继续流淌 不知不觉间 距离云彻进入太古玄州 已过去了整整十八个月的时间 云彻也在从未休止过的空间风暴中 活着停留了整整十八个月 空间暴乱的声音无比刺耳 但这个声音 无论是云彻还是茉莉 都已完全地习惯 而他们同样习惯的 是对方的存在 云彻能在这里 一直苦苦地坚持下来 是因为 这里虽然无比可怕 息息夺命 但却并不孤单 因为有一个茉莉 一直在警示 斥责 同样也陪伴和支撑着他 当初是茉莉 让他从一个废人变得强大 他目前的实力 九成是来自茉莉 无论身在何地 遇到怎样的险境 总有一个人和他共同面对 并一次次 在他迷茫或犹豫中 为他指明方向 而对茉莉而言 他这些年以来 也只有云彻 时至今日 他虽然样貌上 和最初遇到云彻时 没有丝毫的变化 但年龄 已从13岁 成长到18岁 他的生命里 有着超过四分之一的时间 只有云彻一个人的存在 以后还会更多 但因为是习惯 所以往往会被习惯性的忽视 他们谁也没有想过 若是有一天彼此分离 会是怎样 已经整整半个月了 茉莉看着云彻状态 低念着他又一次堪称 不可思议的突破 持续支撑的整整半个月 云彻的状态 也变得岌岌可危 就在茉莉 准备隔绝空间风暴时 忽然间 整个空间猛然震荡了一下 巨大的轰鸣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并持续了十几息之久 这个一变 让茉莉眉头一皱 她刚要释放气息 去查探太古玄州 发生了什么 忽然间 空间风暴 竟以极快的速度 自行缓和了下来 不断争獰撕裂的 空间裂痕消失了 空间扭曲 也快速变做微小的涟漪 最终连液都完全不见 到了最后 就连空间暴乱的声音 也彻底的消失了 一切 归于完全的平静 空间乱流 在云彻和茉莉 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消失了 而空间乱流消失的原因 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太古玄州停止了 停止了 怎么会停止 茉莉拧起眉角 难道太古玄州停留的地方 并不仅仅只有天玄大陆一个地方 空间乱流完全消失 这次是完全消失 而不是以往的缓和 这个变化 让云彻已疲惫到极点的精神微微一阵 但他无法分心说话 和探知周围的状态 而是拼命凝聚心神 开始以大道浮屠绝 恢复身上的伤势 但没有了空间乱流 大道浮屠绝 吸纳天地之气的速度 也下降了数十倍 他伤势恢复的速度 虽然比之常人依然极快 但比之之前空间风暴中的18个月 却是格外缓慢 不需要分心去抵抗空间乱流 云彻的心也完全地安定了下来 这种感觉就如从炼狱 一步跨越到了梦中的天堂 虽然精神疲惫 全身疲软 而且剧痛无比 但那种轻松的感觉 却是让他几乎要飘起来 整整18个月 18个月炼狱中的坚持 他终于等到了 这明亮到耀眼的曙光 莫莉没有打扰他 也没有出去查看 他身体降下 站在云彻面前 看着他的状态 又不断转动目光 看着周围比天时还要刚硬的墙壁 水眸之中 毫无情感和波澜 不知在想着什么 整整一天过去 空间依然处在静止状态 没有出现暴乱 他当初在天玄大陆出现 是停留了半年的时间 不知这一次的静止 会不会也是半年之久 只是不知道 太古玄州这次停留在了什么地方 而一天的时间 云彻也一直端坐在地 身上的伤势好了六七成左右 气息也平稳了很多 精神也应该恢复了大半 而此时 也是差不多可以叫醒云彻的时候 小睡了一天的莫莉睁开眼眸 探查了一番云彻的状态 准备将他叫醒时 云彻的身上一边呼声 云彻头顶上 一直缓慢旋转的淡金色浮屠塔 在这时忽然急速地旋转起来 就连其颜色也分明在一点点的变得浓郁 从淡金色逐渐变成这要金色 随之 这些金色的光芒缓缓沉下 蔓延到了云彻的身上 如同为云彻披上了一层朦胧的精液 难道是 莫莉的心眸之中 闪过深深的惊叉 本章完 第476章 龙雀断裂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云彻自己 已是进入了一个格外微妙的状态 他忽然感觉 不到了疼痛 听不到了任何的声音 周围的一切都仿佛一下子全部消失了 他感觉自己 仿佛正在轻轻漂浮着 自由遨游在无边无际的太空之中 天地之间 混沌之中 仿佛只剩下了自己的存在 磅礴无际 又温和无比的天地气息 争相向他涌来 包裹着他的全身 涌入他的体内 修复着他所有的伤势 恢复着他的旋力 淬炼着他的躯体 这些天地之气 让他熟悉又陌生 要远远比之前的精纯的太多 应该说 虽然同样是天地之气 但却仿佛是另一个层面的天地之气 他的意识告诉他 是他的大道浮屠诀 又一次的突破了 而且 这一次的突破 是一种和之前的几次突破 截然不同的突破 前面的突破 可以说是同一个层面之内等级的突破 而这一次突破 那种奇异的感觉 完全是从一个层面 到另一个更高层面的大境界突破 当初 在他突破至大道浮屠诀第三境时 莫莉也曾告诉过他 大道浮屠诀 每三重境界 就是一个分水岭 前三重可算作初期境界 进入第四重 便是踏入了中期境界 而以凡人之躯 想要踏入第四境界 将比登天还难 但此时 距离上一次突破 还不到三年的时间 他便已成功踏入了这个茉莉口中 比登天还难的大道浮屠第四境 大道浮屠诀的修炼 不是靠战斗 也全然不依附于旋力而存在 它的提升 主要靠的是感悟和理解 这十八个月的时间 云车的大道浮屠诀 基本每一息都在运转之中 而且 超过八成的时间 都处在最大程度 最高极限的运转状态 所吸纳的天地之地 多到了难以计数 前一幕化间 他与天地之力的交流 对大道浮屠的感悟 也一直在不断的加深中 终于成功突破了第四重的瓶颈 踏入了大道浮屠诀 另一个全新的领域 它的躯体 也在更高层面 大道浮屠诀的洗礼下 脱胎换骨 而且 是极大幅度的脱胎换骨 随着云车大道浮屠诀的突破 它伤势恢复的速度 也顿时加快 身上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 茉莉透过云车愈合中的伤口 清楚看到了它的血液之中 分明掺杂上了稀薄的金色 大道浮屠第四重 传说中胜区的第一步 它居然 只用了不到五年 比哥哥还要快 茉莉低声轻念 此时的它 居然有些失神 纵然以它的认知 也深深地惊燃于 云车这一次的突破 前三重的突破 云车虽然每次都要提前于它的预期 但也只是让它稍稍惊讶而已 而这一次 它的心情真的要以震惊来形容 因为大道浮屠第四境的突破 和前三重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虽然 它的突破 和这十八个月地狱般的空间风暴淬炼 有着很大的关系 但茉莉很清楚地知道 这绝不是全部的原因 最为重要的 是悟性 还有气韵 也就是天地混沌对它的亲和和眷顾 否则 若是换作一个同样体质 同样实力 但悟性和气韵相对寻常的他人 在同样的空间风暴中 别说十八个月 就是十八年 甚至一百八十年 一千八百年 都极难获得 大道浮屠第四境的突破 眼前的事实在告诉着茉莉 云车的悟性 还有气韵 竟是要远远地超过她的哥哥 两个时辰的时间 云车的身体被淬炼完成 头顶的浮屠塔消失 全身外伤内伤也全部愈合 她眼睛睁开 眸光亮起的那一刹那 一点金色的光芒 一闪而过 很好 茉莉极其难得地点头赞许 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快突破到了大道浮屠第四境 已经可以吸纳更高层次的天地之力 大道浮屠第四境的淬炼 可以让你平添十万斤的臂力 躯体的强度和恢复能力 也丝毫不亚于龙神血脉的赐予 和龙神血脉结合之下 你虽然力量上还差得多 但身体强度上 已经完全不亚于一个半部帝君 恢复能力上 甚至还要远远超过 一个真正的帝君 你现在 应该可以相对轻松地驾驭炼狱状态了 不过 你虽然静静惊人 但也不要轻易地去尝试开启轰天静观 大道浮屠第一境 赐予的是四千斤臂力 第二境 赐予的是八千斤臂力 第三境 赐予的是两万斤臂力 而到了如今的第四境 却是出现了一个巨大幅度的飞跃 平添十万斤臂力 身体强度的增幅 虽然无法直观感受 但必然也是 和臂力相近的惊人幅度 以它如今的体魄 恢复能力和大道浮屠境界 普通空间乱流 将根本无法对它造成实质的伤害 它可以毫无压力地生存其中 甚至成天睡大觉都没有关系 云彻感觉自己的身体轻盈无比 目力和听觉也都变得更加敏锐 它意念烧动 身体便漂浮了起来 旋力突破入天旋径后 它也终于有了飞行的能力 十八个月的时间 它的旋力连续跨越八个等级 如今已是天旋径八级 一年半的时间 从地旋巅峰 跨越至了天旋后期 云彻唤出龙雀 抓在手中 两万斤的重剑 之前双手握持 也是满满的沉重感 而此时单手抓在手里 却是轻盈的 仿佛不存在一般 这十八个月炼狱般的经历 他没有白白承受 他很清楚 自己如今的实力 比之刚入太古玄州时 已是强大了不知多少倍 短短十八个月 如此的静静 足以让任何人震惊失色 但云彻却没有太大的惊讶和喜悦 因为全世界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十八个月 自己经历了什么 太古玄州停了吗 云彻看着周围 向茉莉问道 应该是停了 只是不知道停在了什么地方 茉莉回答 但这不是你现在该关心的问题 你现在需要想的 是怎么离开这个地方 你有两个选择 如果你懂得助阵之法 你可以试着 去修复石门上的悬阵 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 那么 你就只剩下唯一的选择 那就是 强行破开石门或者墙壁 云彻会不会铸造悬阵 茉莉当然很是清楚 所以云彻想要离开这里 也只有轰开石门这一个方法 但 这里的一砖一旦 都是来自上古时代 其强韧程度 可以说超出了常人的理解 云彻仅仅是经历了 十八个月的空间乱流 身体被损伤了无数遍 如果不是龙神之躯 和大道浮屠的存在 他已经死了无数次 而这里的砖石 却是不知经历了 多少年的空间风暴 但视线无论落在哪里 都找不到一丝裂痕和破损的存在 云彻虽然实力暴涨 但要破得开无数年空间风暴 都留不下伤痕的石门 怎么看都太不现实 不过 想要离开这里 这是唯一的方法 他必须尝试 说不定 就会有奇迹出现 云彻抓着龙雀 感受着身上强大到自己 都难以置信的力量 道 我这段时间 力量和旋力 都暴涨了好几倍 说不定真的有对这里的石门 造成损伤的可能 哪怕一次只能造成一小块的损伤 持之以恒的话 也总有一天能完全破开 那你试试看吧 茉莉声音平淡 好整以暇地看着他 石门的强韧程度 他自然要比云彻看得透彻得多 就连云彻目前的实力层面 他也要比云彻 自己还清楚 云彻向前一步 站在石门前 清吸一口气 焚心开启 双手举起龙雀 然后眉头一拧 玄气聚起 一记允月沉星砸了过去 叮 刺耳无比的撞击声响起 云彻的双耳 如同被钢针刺入 在剧痛中 短暂失去了听觉 而庞大到远超预料的反阵力袭来 云彻的双臂瞬间麻木 龙雀脱手飞出 当得砸在墙壁上 又弹落在地 云彻也直接飞出 后背重重地 撞在后方的墙壁上 直撞得他七晕八速 从这股强大的反阵力后 云彻便差不多能判断出 自己现在的实力 比至以前有了多么巨大的提升 而在这样的反阵力下 他除了大脑和气血短暂的混乱 却是没有受到半点实质性的伤害 他迅速上前 目光落在龙雀和石门撞击的位置 而那个位置 已不再是光滑如镜 而是出现了一个很小的 白点 虽然这个白点 小到不认真看 都会忽视 但的确是出现了一个白点 而且 随着时间的流动 这个白点 也并没有复原的迹象 云彻的内心 一下子生腾起了喜悦 虽然只是一个极其微小的白点 但已清楚地说明 这个石门并不是牢不可摧 如今的自己 已经有了对他造成损伤的能力 哪怕只是如此轻微的损伤 何况刚才 却并不是他的权力 哦 莫莉的视线 也落在那个白点上 除了淡淡的出声 却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情绪 说不定 我真的能将这个石门 一点一点地轰开 云彻兴奋地道 空间风暴停止 实力暴涨 如今又看到了脱离这里的希望 云彻无法不激动 他手掌一伸 龙雀已自行飞回到了他的手中 他双手抓紧龙雀 目中闪动着自信满满的光芒 炼狱 云彻身上亮起淡淡的悬光 气息瞬间变得狂暴 双目之中 也亮起鲜血一般的新红色 凤凰岩也在时汹涌地燃起 迅速蔓延龙雀的整个健身 炼狱状态开启 身体虽然依然有些沉重 但比至以往那种山岳在深 五脏几乎要破碎的感觉 已是截然不同 他相信 如果自己的旋力突破到了王玄境 说不定就能和胁迫 焚心一样 随时随地毫无压力地一直维持 这次 我一定能轰出一个小缺口 云彻自信地嘀吼道 每次一个小缺口 总有一天 我能轰出一个足以我出去的大缺口 声音落下 云彻的气息也已膨胀到了极点 他一声大吼 凤岩然身的龙雀 全力轰下 灭天绝电 轰 石门周围的空间完全塌陷 整个世界都仿佛震荡了一下 云彻已做好了承受巨大反震力的准备 在龙雀与石门碰撞的那一刹那 他的手臂瞬间麻木的同时 忽然感觉到双手异样的一轻 叮 狂暴的力量气流逆转而来 狠狠地轰在云彻的身上 让他大吐一口鲜血 后背再次重重地撞击后方的墙壁上 撞击得比刚才要重得多 龙雀也再次脱手 但这一次龙雀却是化作了两截 飞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 扭曲的空间中 荡动起一声悠长哀伤的龙银 本章完 第477章 冰言在线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荡 荡 断成两截的龙雀一左一右 重重地落在云彻的两侧 再也没有了动静 剑剑部位 那个猙獰的龙手缓缓失去了气息 龙木部位也彻底失去了光芒 变得死灰一片 云彻摊在地上 愣愣地看着前方 半天没有缓过神来 许久 他伸出手臂 像以前一样去召唤龙雀 但龙雀断裂 其本就未成熟的灵性也随之消弭 在他的召唤之下 毫无反应 云彻起身 一言不发地将两截龙雀捡起 然后坐到墙角 默默地看着断裂的龙雀发浪 四年前 他在龙神试炼之地得到龙雀 此后 他在太古苍龙残魂的力量下得以升华 成为一把王剑 这期间 他和云彻一起披荆斩棘 并肩为战 是云彻的另一支臂膀 也是云彻最为依赖的伙伴 他们彼此 成就了彼此的威名 但如今 他却断裂了 而且是在他的手上 因为他的力量而崩断 你现在的力量 已经今非昔比 他毕竟只是一把王剑 你如今的权力状态 已经不是他所能够承受 这个石门又极硬无比 你刚才的力量 几乎全部反正回来 他会崩断 再正常不过 茉莉平淡地说道 在云彻为自己加持炼狱状态时 他便已基本料到了这个结果 哎 云彻常常地叹息一声 他把龙鹊小心地拿起 手掌缓缓抚过冰冷的剑身 轻轻地道 老伙计 你跟着我一起奋战这么多年 没想到 最后竟然被我亲手给毁了 也好 你也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 等离开这里之后 我会想办法把你修复 念叨完 云彻把龙鹊收了起来 内心也很快平复 他目光落在龙鹊刚才所轰击的部位 那里 已不再是一个白点 而赫然是一个 小缺口 云彻精神一震 迅速凑了过去 他刚才没有看错 平整的石门上 的确出现了一个很小的缺口 这个缺口 小到只有半个小指指甲大小 深度上 也大概只相当于一个纸片的厚度 但迪的确却算得上是一个缺口 不过云彻却是没有丝毫的惊喜 因为这个小缺口 是以龙鹊断裂的代价 换来 现在没有了龙鹊 但以身体的话 已是根本不可能 再造成这样的缺口 请你 找到它 正看着那个小缺口出神的云彻 猛地抬头 看向了前方 怎么了 莫莉问道 又听到那个声音了 就是进入太古玄州的第一天 所听到的那个声音 云彻站起身来道 在空间乱流袭来之后 他所有精力都在对抗空间乱流 耳边只有空间撕裂和暴乱的声音 再无其他 而就算这个声音 在这个期间也曾响起过 也必然被空间乱流的声音 完全地淹没 现在 空间乱流停止 当初那个不知来自何方 飘渺 而又诡异的声音再度响起 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莫莉沉下眉头道 云彻想了想 之前 那个声音一直断断续续 很久才想起来一次 似乎是让我找到一个人 然后就他 似乎还提到了天毒株 刚才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说的内容是请你找到他 依然是让我找到一个人 那个声音提到了天毒株 莫莉眸光一动 沉一会儿后 先不要管那个声音 你现在被困在这里面 连自己都救不了 又怎么可能去救别人 先好好想想 该怎么才能离开这里吧 云彻点头 盘坐在了地上 苦涩小半天后 从天毒株中 拿出一直没舍得吃的 阎龙之星 用凤岩烤熟 然后便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一年多没吃东西 虽然身体机能 没受多大影响 但肚子里 早已经是鸡肠鹿鹿 他这两辈子 还从来没有空着肚子 这么久过 很快 云彻便以吃了个大饱 又饮了一大碗龙血 他摸了摸肚皮 惬意地呼了一口气 然后忽然问道 茉莉 我在这里面已经多久了 十八个月 十八个月 居然已经这么久了 云彻面露惊讶 然后忽然转头看着茉莉 如果已经过去了这么久的话 那你自己 对自己设下的那个封印 应该已经解除了吧 茉莉看他一眼 冷冷地道 怎么 你想借助我的力量离开这里 如果你的力量 已经恢复了的话 这当然是最好的方法 云彻一脸的蹊迹 距离你封锁力量 都已经过去三年多的时间了 按照你当初所说的时间范围 你的力量 怎么也该恢复了才对 如果你想依靠我的力量离开这里 那你还是死心吧 茉莉别过脸去 毫不客气地道 我力量恢复的时候 自然会告诉你 这么说 你的力量还是没有恢复 云彻的脸上露出郁闷和失望的神情 但这些情绪又马上消失不见 他看着茉莉 忽然笑了一笑 然后走了过去 站到茉莉的身前 在他差人的眸光中 将他轻轻地抱住 茉莉全然没有想到 他竟然会忽然做出这样的动作 下意识地挣扎起来 但他没有力量的身体 怎么可能挣脱云彻的臂膀 他怒中带慌地道 你 你做什么 当然是抱抱你 云彻微笑着道 在宋雪你离开之后 我本来以为 自己已经是必死无疑了 没想到 我竟然又活了下来 这种不失去生命 不失去希望 也不失去你的感觉真好 所以忽然很想好好抱抱你 我可是你的师父 我允许你抱我了吗 茉莉一边软弱地挣扎 一边用尽可能愤怒的声音道 云彻很是无辜地道 这个 抱一抱 又有什么关系 当初 我还亲过你呢 你那时都没怎么生气 他说的亲过他 指的是 当初遭遇阎龙 茉莉动用力量灭杀阎龙 自身毒发 差点浑灭 云彻为了救回他 口对口 为了他大量自己的血液 这件事 茉莉当然不会忘记 云彻忽然提起 让他身体一僵 随之羞难成怒 身上的怒气和杀气 也顿时爆发 他反而不再挣扎 声音极其冰冷地道 放开 只不过 虽然他极力地 让自己的气息变得吓人 但他毕竟 没有对云彻的真正杀心 就连怒气 也是恼羞为主 所以 根本不足以让云彻有半点威慑感 云彻嘴角一动 有些郁闷的低念一声 好吧 松开了抱着茉莉的手臂 茉莉迅速退后 盯着云彻 一脸的恼怒 你以后若是再赶不进我同意乱碰我 信不信我恢复力量后 打烂你的手 云彻按了按鼻尖 缓缓点头 哦 你倒是提醒我了 等你恢复力量之后 我就再也不可能抱到你了 所以嘛 我是不是应该趁现在多抱一会儿 说完 云彻眼睛一眯 向前一步 做事要再次把茉莉抱住 你 茉莉被齿微咬 小手紧钻 重重地哼了一声 直接化作一道红光 消失在了云彻面前 回到了天毒株之中 你这个到处哄骗和欺凌女孩子 哥哥口中最可恶的色魔 现在居然胆敢把你的魔手 伸到本公主的身上来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我一定会杀了你 哼 茉莉怒哼一声 便没有动静 任凭云彻说什么都不再理会她 云彻坐到石门前 目光紧盯着那个小小的缺口 闭着眼睛 凝神苦思着离开的方法 连续一动不动地数个时辰之后 她忽然睁开了眼睛 眼眸之中 闪过一道奇光 她双手同时抬起 掌心朝上放在膝盖上 随之 在同一个刹那 她的右手燃烧起灼热的凤岩 左手 生长起一棵小巧的冰仪之树 云彻重新闭上眼睛 胸口剧烈起伏了一下 然后缓慢吐纳 气息明显要比平常粗重得多 静默之中 空气中来自凤年的灼热 和来自冰衣的寒冷 开始有些混乱地悸动起来 灼热与寒冷 起初是互相抵消 而这也是 自然界人所共知的基本规则之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本该抵消的灼热与寒冷 竟是互相的分离和独立起来 两个时辰之后 这个窄小的空间 逐渐被分割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一半灼热如熔年 一半寒冷如冰玉 两个本该互相抵消的世界 竟是在一个没有任何格局的空间里 精卫分明 完全互不干涉 云彻在这时 终于有了动作 缓缓地 他将燃烧着凤年的右手 和维持着冰衣的左手 一点一点向中间靠近 动作小心 慎重到了极点 而且从他的神情上 似乎每动一分 都要耗费巨大的心力和力量 一尺的距离 硬是过了整整三十息 他的左右双手 才碰触到了一起 凤妍与冰衣 也在这时碰触到了一起 没有冰衣的融化 没有凤妍的被压制 赤红色的凤妍 和金蓝色的冰衣 互相交融到了一起 冰衣没入凤妍 凤妍没入冰衣 然后完完整整 完完全全地融合到了一起 化作一簇轻轻摇曳 呈冰蓝色光芒的妖艺火焰 与此同时 空间中原本金蚀分明的寒冰 与灼热的世界 也一下子融合到了一起 而这种融合 却不是冷与热 冰与火的相互压制与抵消 而是极致的寒冷 如酷热同时存在 混乱交错交织 成功了 云彻睁开了眼睛 看着掌心跳动着的冰衣 当初 在冰云仙宫 他第一次成功融合出 这逆天的冰衣 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 而这是他第二次成功 随着他实力 精神力的暴涨 以及对天地之力 更高层次的理解 这从 他只用了短短的两个时辰 而且 由于凤凰火焰和冰衣神功威力 随着他的实力提升而暴增 这枚冰岩 比至冰云仙宫所融合成的那一枚 无疑要强大得多 云彻捧着冰岩的双手在颤抖 几乎要失去对这处冰岩的掌控 这种违逆天地规则的融合 产生的是违逆天地规则的力量 虽然只是小小的一束火焰 却是消耗了云彻全身 几乎七成的旋力 和五成的精神力 千万 不要让我失望 云彻低念一声 眼睛一瞪 手掌竭力向前推去 将那团冰岩 轰在了前方的石门之上 本章完 第478章 苍月女皇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冰岩脱离了云彻的手掌 附着在了石门之上 没有力量轰鸣声 也没有凤岩和冰仪的爆发 就连半点声响和力量释放的光芒都没有 就那么无声无息地缓缓熄灭 消失 而冰岩所附着的石门部位 多了一个足有拳头大小的凹陷 这个凹陷向内呈现着无比之规则的半球状 其中平整光滑到了极点 堪比最完美无瑕的镜面 就像是用世上最精湛的工艺打磨出来的一般 看着近在咫尺的凹陷 云彻的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 之前 他开启炼狱 使用最强攻击 甚至震断了龙雀 才打出半个指甲大小的缺口 让他只是 看到了一丝从这里出去的曙光 而现在 冰岩所创造的奇迹 却是让他几乎已经清楚看到了 自己走出这里的那一天 很好 云彻兴奋地攥紧双手 这样的话 顶多几百次 就可以轰出一个足够大的缺口 云彻再次张开双手 燃烧凤岩 凝结兵仪 但一次 融合还未开始 他的大脑便是一阵眩晕 玄脉之中 也泛起深深的乏力胆 旋力和精神力的反应 让他犹豫一番后 收起了凤岩和兵仪 然后闭目凝神 全力地恢复起旋力和精神力 半天过去 云彻的旋力和精神力 也总算恢复巅峰状态 开始重新融合起冰岩 这次 融合的时间 似乎比上一次 要稍微短了那么一些 随着他把冰岩轰向石门 位置便是之前所造成的那个凹陷 顿时 随着冰岩无声无息的吞噬与毁灭 之前那个拳头大小的凹陷 在宽度和深度上 都明显地扩大 但依然光洁如镜 毫无粗糙和菱角 在这个 已禁过了他十八个月的地方 他唯一要做的 就是脱离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 云彻基本全部用来融合冰岩 和恢复旋力与精力上 每天都在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和流程 不知不觉间 他融合冰岩的速度越来越快 从最初的一天 最多融合两次 但一天三次 再到一天四次 五个月之后 极限状态下 已经能够一天勉强融合整整五次之多 比之最初 无论是融合所需要的时间 还是旋力与精神的消耗 都下降了数倍 而且这个过程 他的旋力和精神力 也被很大幅度地淬炼着 天旋大陆 苍丰国 此时 距离云彻葬身太古玄州的消息传来 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 云彻在太古玄州中挣扎的同时 苍丰国也早已变得大乱不堪 硝烟四起 苍丰国国都 苍丰皇城 女皇陛下 大事不好了 新岳城已完全沦陷 慕容城主和镇淮大将军相继战死 新岳玄府的一部分弟子 自发组织起来抵抗 也全部战死 现在 新岳城 苍火域 后土镜 已全部失守 恶号传来 让在场所有人都勃然变色 苍丰府主东方修金声道 怎么会这么快 新岳城那边 不是有整整四十万守军吗 回东方府主 昨日神皇帝国的攻城队伍中 忽然多了四个凤凰神宗的强者 他们据说都是霸玄境的强者 四十万守军 一大半 是死在他们的凤凰岩下 半个新岳城 也已被烧成废墟了呀 那个满身是伤的士族一边说着 已是嚎啕大哭 四个霸皇 在场的乌不是在苍丰国 有着极高权力的人物 但在这样的消息之下 依然是惊得面无人色 全身冒汗 心中甚至生出绝望之感 他们的目光 全部聚焦在了苍丰的身上 苍丰一身精衣 头戴紫金冠 站在城楼之上 眺望着南方 似乎看到了来自远方的无情硝烟 她的面色威严依旧 美眸一片平静 新岳城失线的消息 似乎没有对她造成丝毫的影响 她已不再是那个温婉柔弱 生命里只有云彻的苍丰公主 而是首掌苍丰最高权力 在战乱之中 引领着所有苍丰子民的苍月女皇 她转过身来 凤幕扫过众人 声音平淡如水 众位 新岳失线一时 你们可有话要说 众将面面相去 却是没有一个月站出来言语 神皇帝国实在太强大 苍丰国与之相比 国力悬殊到了 基本可以称作是天壤之别 和神皇帝国的交战 根本不能被称作战争 而是一面倒的屠杀与碾压 从神皇帝国突然入侵 到现在才不到两年的时间 苍丰国超过一半的疆土失线 最重要的五个主城 也已全部陷落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攻到苍丰皇城之下 不要说现在的苍丰国 就算是再强大十倍的苍丰国 也基本不可能有抵挡的可能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的谋略和战役 都是无用的虚妄 死一般的沉寂之中 终于有一个人忍不住 起身喊道 皇妹 这场仗 我们根本不可能打赢的 所有的抵抗 除了徒增伤亡 根本毫无意义 神皇帝国已是大军压境 用不了多少 就会濒临苍丰皇城 我们现在及早投降 平息这场战争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说话的人 正是二皇子苍业 随着苍业登基为帝 他现在的身份 也已经是亲王 他的话一出 在场一些将领的脸上 顿时露出愤怒 而这些 仅仅是一小部分 绝大部分人的目光 却是闪烁起来 因为苍业说出了 他们憋在心里已久 却不敢说出的话 放肆 苍业一声怒斥 国难当前 心悦成现 你非但不心系国威 怒恨神皇 反而当众喊出 投降这等耻辱之言 你真是太让本皇失望了 苍业看了一眼周围众人的反应 咬了咬牙 立声道 皇妹 神皇帝国有多强大 苍丰国在几年后 还是否存在 我们都心知肚明 所谓的抵抗 根本毫无意义 如果我们投降 主动迎接神皇军 战争可以马上停止 神皇帝国收到我们 苍丰国后 不但可以让我们活命 还会给予我们不低的身份 住口 苍业女皇柳梅写起 勃然大怒 苍业 你身为皇室亲王 竟说出如此大逆不道 不知廉耻的话来 你难道忘了 神皇国君士 如何在我苍丰江土上肆虐 你难道忘了多少的苍丰子民 为了捍卫江土 而失去生命 你难道忘了 父皇是怎么死的 如此国仇家恨 无数英烈尸骨面前 你竟然如此贪生怕死 甘为亡国之奴 苍丰胸口剧烈起伏 显然失望愤怒之极 念你初犯 本皇暂且忘记你刚才的话 如果你再敢说出 半点丧我 皇室尊严的言语 本皇绝不饶你 被苍业当着所有众臣之名 如此怒骂 苍业的脸色一阵阴暗 他咬着牙 不甘心地吼道 皇妹 本王绝不是贪生怕死 而是为了我苍丰皇室 为了在场所有人的身家安危 为了整个苍丰国 神皇国所到之处 各大宗门纷纷投诚 就连肖宗这等宗门 都主动迎接 吉利表忠 有命才有一切 能忍得一时之辱 才是大丈夫 而且 皇妹你现在是苍丰之地 只要你主动投降 说不定神皇皇室 还会依旧封你为苍丰之主 否则 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命运天差地边 皇妹 你真的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混账 苍业女皇彻底大怒 威严的目光变得冰冷刺骨 来人 将苍业给我压下城楼 当众问斩 苍业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 顿时十几个老臣慌忙站了出来 但他们还未来得及开口 苍业便已冷冷地道 谁敢求情 一并株连 两个精一侍卫 顿时飞身而上 将苍业牢牢压住 向后脱去 苍业绝没想过苍业 竟然真的要斩他 他毕竟是苍业的亲生哥哥 苍丰皇室的亲王 他一边挣扎 一边私声吼道 你 你敢杀我 我可是苍丰亲王 是你的皇兄 我所有的话 都是为了皇室血脉着想 你凭什么杀我 你若杀我 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父皇 本皇若不杀你 才是对不起父皇 对不起我苍丰皇室 列祖列宗 我苍丰皇室 除了你这等贪生怕死 甘为人独的败类 简直是耻辱 不用拖下去了 现场即刻斩首 皇妹 你 等等 皇妹 啊 是 随着精一侍卫 力所无比的手起刀落 苍业的头颅 在众人的目光之中 从脖梗上飞起 洒血飞出 然后碰得落地 拖着腥红的血迹 咕噜噜地滚出很远 每个人的喉咙 都重重地孤度了一下 那些走出来 想要为苍业求情的人 慌不迭地后退 双腿一阵发颤 苍业登基之后 苍丰玄斧在东方修的引领之下 完全效忠于他 掌控着苍丰玄斧的力量 又是帝王的身份 也就等同于掌握着最高的生杀大权 纵然苍业是亲王 他要杀 也无法敢阻拦和不满 苍丰可以轰轰烈烈地覆灭 但绝不会屈辱地苟活 苍丰灭 本皇死 只要本皇有一口气在 就是与神皇帝国死战到底 你们 可还有人要投降 苍业女皇的目光 扫过每一个人 声音带着沉重的威灵 和淡淡的杀气 随着她声音的落下 在场上百众臣全部慌忙跪下 静若寒蝉 再无人敢提投降二子 东方修站在最前方 默默地看着苍业女皇 心中一声长叹 她常伴苍万和身侧 苍业可以说是她看着长大 在皇室这种四处透着硝烟的地方 她的心灵 却是如一汪清澈的净水 一朵柔软的娇花 她厌恶纷争 从不以公主身份 欺凌任何下人 温婉善良 不要说杀人 从小到大 就是一只小动物 都从来不舍得伤害 她和云彻成婚之后 更是在不过问皇室之时 甚至完全忘记了自己公主的身份 整颗心完全系在云彻的身上 在云彻去了冰云仙宫后 她日日以窗盼望 不惜向身边所有的宫女请教 悄悄去学会着 各种妻子应该会的东西 只在想着 如何能成为云彻最最优秀和完美的气息 如今 却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杀伐果断 威灵天下 有时甚至心狠手辣 冷面无情 曾经的柔婉 全然消失不见 两年前 云彻葬身太古玄州的消息传来 苍月当场昏迷 一并不起 三个月后 神皇帝国三百万雄军强闯边境 大举进犯 苍风从此大乱 岌岌可危 又三个月后 苍万赫遭遇暗杀 临终之际 却是找不到继承皇位之人 那些皇子平日里勾心斗角 想方设法地 在苍万赫面前表现讨好 做梦都想着能继承皇位 但那时神皇帝国大军入侵 苍风已是必亡之境 又谁愿意当这王国之君 躲都来不见 而这个时候 还沉浸在云彻葬身之痛 苍月却是出现在苍万赫的床前 以自己柔软的肩膀 主动抗下了这个王国之计的重任 苍风皇室历史上 从未有女皇帝的存在 但苍月继位 所有皇子却是无意反对 反而常常松了一口气 东方修还记得 那时 苍万赫抓着苍月的手 双目含泪 轻轻地说了一句 月儿 苦了你了 然后便目光定格 老泪滑落 死不瞑目 是啊 的确是苦了她了 她同时承受着王夫之痛 王国之难 换作普通女子 根本不可能扛得下 但她却扛下来 继位之后 她没再流一滴眼泪 性情也彻底的大变 或者说 国难之前 她不得不变 她如今在位一年半 所经历 承受的 比之苍万赫在位几十年还要多 而她如今的威灵和帝王之姿 也已根本不下于当初的苍万赫 一言一行 都饱含帝威 东方修不知道该欣慰 还是该心痛 封将军 你立即带领麾下所有铁集向南进军 同时传音大漠领主耿万里 让她放弃西北 即刻启程向南 日夜兼程 十五日内 必须在新月城北的万寿山脉会合 然后分引万寿山脉两侧 待神皇君到 左右伏击 切记 万寿山脉越是向里 玄寿越是凶猛 所以引在外围即可 绝不可深入 提到万寿山脉时 苍月的心在颤荡 因为当年他们互生心意 便是在万寿山脉的共欢难之中 末将得令 一个身穿银甲 全身威气的威武大将出列行礼 然后抬手问道 皇上 耿万里若要南下 会经过天剑山脉 是否要她再度向天剑山庄求助 苍月女皇的秀美猛的一别 她目光转向天剑山庄的方向 声音冰冷地道 千年之前 我苍丰先祖 与天剑先祖是生死之交 两人互相扶持 一掌天下权 一掌天下士 并相互血世 共生共亡 若一方面临灭亡之威 另一方必须亲力相助 当年 我苍丰皇室动荡 父皇遭奸人下了鼓毒 他们不闻不问 已是不仁不义 但那时皇室并非面临存亡之威 他们尚可原谅 而如今 苍丰王国在即 两年之间 已向天剑山庄求援九次 甚至不惜卑躬屈膝 他们却避起山庄 从不理会 他们既已决意 我们何须再自取其辱 封将军缓缓点头 末将知道了 末将告退 等等 苍丰女皇转身 虽已恩断义绝 但天剑山庄 也的确该再去一趟 苍丰女皇声音落下 手中已铺开一张淡金色的丝卷 她指宁玄力 在丝卷上快速写动 无意之恨 末世之仇 本皇铭记 若此番苍丰未复 苍丰与天剑再无往恩 勇为仇敌 苍丰女皇书写时 并没有遮掩 稍微近的人都看得清楚 她在丝卷上写了什么 写完之后 她将丝卷一叠 交到封将军手上 派人前往天剑山庄 不用去见任何人 直接将她 丢到天剑山脉的山脚之下 无论苍丰此次是存是亡 本皇此言 绝不收回 看着丝卷上 俊秀中透着帝威的自己 封将军重重点头 将丝卷收好 快步退下 苍丰女皇目送她离开 然后转过身去 看着遥远的远方 没有人知道 她的心里在想着什么 我是苍丰之女 云彻之妻 纵然身死 也绝不会污了家族和夫君的威名 本章完 第479章 静在咫尺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太古玄州 云彻端坐在石门前 紧盯着石门上的那个大洞 通过这个大洞 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外面的景象 这是她半年以来 连续融合冰岩的成果 在她整整六百多次的冰岩毁灭下 石门上的洞 已扩大到比成年人的脑袋还要大 不过她试了好几次 依然不足以让自己脱离出去 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云彻手中的冰岩与凤岩 又一次成功融合在了一起 与最初的几次相比 她这次 融合的时间很短 甚至过程都有些随意 半年时间 六百多次日夜不休地重复 她融合冰岩时 已不复当初的艰难 从另一个方面说 她对这种逆味法则的理解 已在这个过程中 悄然变得越来越透彻 这次 一定能成功 云彻低念一声 将手中的冰岩 轰向了石门那个 被毁灭出的洞口边缘 冰岩的毁灭无声无息 随着冰蓝色妖异火焰的消逝 洞口的宽度 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小幅度拉伸 目测了一番洞口此时的宽度 云彻猛吸一口气 刚要起身 忽然悬脉之中的悬气 一阵动乱 这事 又要突破了 云彻迅速坐稳身体 凝神归原 缓慢引导其体内的悬气 每融合一次冰岩 就要消耗巨大的旋力 所以 每一次的成功融合 对她的旋力 都是一种很大幅度的淬炼 在第140次融合时 她的旋力 突破至了天旋径九级 如今才四个月过去 她的旋力 便又一次面临突破 这次的突破 和上一次一样 无比顺利 水到渠成 不到半刻钟的时间 旋迈中的旋气 便彻底地平静下来 云彻身上所散发的气息 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地旋径的旋气 宛若白雾 天旋径的旋力 浓若白浆 如今跨越至天旋径的最高峰 旋迈中的旋气 浓郁地仿佛要凝固一般 赤色与蓝色的光芒 也交相辉映 让整个旋迈空间仿佛化作了一个梦幻的世界 云彻睁开眼睛 看着自己的双手 低声自言自语道 看来距离王玄境 也不是很远了 再给我不到一年的时间 一定能成就王座 云彻站起身来 双目盯紧石门上的大洞 然后一头扎了进去 和之前一样 她的脑袋毫无压力地钻过 但肩膀还是卡上了内缘 无法通过 云彻伸长脖子 绷直身体 竭力收容手臂 然后后腿一蹬 猛一用力 顿时 补的一声 她一直被挡在里面的肩膀 一下子卡入了洞口之中 撑 成功了 虽然被卡得很是疼痛 但云彻却是面露欣喜 她用力活动着身体 拉直着双臂 让自己的上身 在洞口中 一点点地向前挪动 直挣扎得呲牙咧嘴 脸红薄粗 要不是太古玄州没有人 云彻就算是再多等半个月 也绝不愿在人前 做出这种损她形象的举动 我就不信出不去 云彻挣扎了大半天 肩膀总算挣扎出去了一小半 她眼睛一瞪 深吸一口气 全身猛一用力 吃了一声 云彻身上的衣服 被彻底地撕裂 而她整个人 如一枚射出的炮弹 从洞口猛然射出 然后一头撞到了 前方不远的墙壁上 云彻捂着脑袋站了起来 一回头 便看到了那个 镶嵌着大洞的石门 而这个石门 以距离她 足有十丈的距离 出来了 我终于出来了 虽然脑袋被撞得剧痛 但云彻还是激动无比地 自我欢呼起来 从当初以为的 必死之境 到艰苦无比地生存下来 现在 又从困了自己 整整两年的地方脱离 她想不激动都难 先别高兴得太早 茉莉的声音 冷不丁地响了起来 你现在不过是 离开了一个 小小的石室而已 你现在还在 太古玄州之中 你知道该怎么 离开这太古玄州吗 茉莉的话 让云彻的情绪 迅速冷却了下来 她沉吟一会儿 道 这个玄州就算再大 也总应该有边缘的 只要找到了边缘 然后和破开石门一样 用冰岩一点点轰开 总能出去 哼 真是天真 茉莉冷哼一声 一个小小的石门 你用了整整半年才轰开 太古玄州的边壁厚度 至少是石门的万倍 而且坚韧程度上 也要远远超过其内部区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石门 你拿什么去轰开 这个 我也知道很不现实 不过要离开这里的话 也并不是只有这一个方法 云彻接着到 太古玄州每三百年 在天旋大陆出现一次 进去的人每次出来 都是被太古玄州的气场给排出 云彻一边思索 一边神色凝重地说道 按照以往的记载 太古玄州一般都是停止半年的时间 然后在半年的最后一天 打开周门 又在最后一刻把进入玄州的所有人排出去 而距离太古玄州忽然停止 到现在也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 说不定 那个气场马上就会到来 只要我离开这个古堡 等到那个气场到来时 就可以离开了 你说的 的确有可能会实现 茉莉淡淡地说道 那你可知道 太古玄州现在是停留在什么地方 你既然知道 太古玄州是三百年 才在天玄大陆出现一次 那么 它现在所停留的地方 也自然绝不可能是天玄大陆 你若是随着气场离开 那么 你将不知道 被带到什么地方 在天玄大陆 似乎并没有其他 相近空间也出现过太古玄州的记载 也就是说 你将被带到的地方 极有可能是一个和天玄大陆毫无关联 相距极远 让你永远也不可能再回到天玄大陆的地方 云彻的身体 猛的一将 很显然 这个太古玄州 并不仅仅只停留在天玄大陆一个地方 它似乎是在遵循着某种规律 进行空间穿梭 每隔固定的一段时间 便会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再停留固定的时间 并以三百年为周期 莫莫莉缓缓地道 大千世界 混沌空间 有着万万亿的星系 万万亿的星界 无法计数的空间 你之前所在的蓝极星 不过是 其中最普通不过 毫不起眼的一颗 太古玄州 经过了整整十八个月的空间穿梭 这个时间 足以让它达到 遥远到你无法想象和理解的地方 遥远到你 就算成就神玄境 穷极一生 也不可能回到天玄大陆 难道 我必须在这里等上三百年 等它再次回到天玄大陆时 再随着气场出去 云彻沉默许久 然后正正地道 其实 莫莉所说的 她在最近的几个月里都想过 只是 她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 若是现在离开太古玄州 她将出现在另外一个 截然不同的世界 或许将再也不可能回到天玄大陆 但若在这里等上三百年 三百年 以她的龙神之躯 大到浮屠绝守护 就算是没有旋律 再活三百年 也毫无问题 甚至可以连一丝 苍老感都不会有 但她两世加起来 也才活了不到五十年 让她如何去面对三百年 这个太长的时间跨度 三百年后的天玄大陆 会是怎样 三百年后 她所牵挂的人 爷爷 小姑妈 苍月 元爸 清月 他们是否还在 若是在 又是否还记得自己 若是记得 又该如何去面对 茉莉感觉到云彻的心境和气息 变得有些混乱 她淡淡地出声道 算了 你也不需要那么悲观 再给我几年时间 让我彻底消除身上的剧毒 然后你再帮我达成我所需要的那四个条件 让我重塑身体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我都可以带你直接返回天玄大陆 茉莉要云彻达成的四个条件 三十年内成就军悬 三枚霸悬兽的悬单 七十斤紫脉神经 一株幽冥 婆罗花 这些东西 并不只能在天玄大陆收集 而且事实上 天玄大陆 也似乎并不可能找到 尤其是七十斤紫脉神经 哼 恐怕整个天玄大陆的紫脉神经 加起来 也不够七十斤 你可以尽管随着这艘旋舟的气场 去到她现在所停留的世界 说不定在这个世界 更容易找到我所需要的东西 茉莉的话语 顿时拨开了云彻心中的云雾 重见曙光 茉莉重塑身体后 能带她回到天玄大陆 这件事 云彻毫不怀疑 因为茉莉原本就是来自天玄大陆之外的世界 而且是一个不仅仅距离极其遥远 连层面都极为遥远的世界 好 云彻缓点头 暂时放下了心中所有的顾忌 如果她真的是在每个地方停留刚好半年的话 那么时间上 应该也差不多了 我现在马上离开古堡 等待气场把我排出去 希望她不会 把我送到一个死亡的世界里去 说着 云彻不再犹豫 身体飞起 很快便找到了 那个下去的石梯 她从石梯顶部 直接一跃而下 落到了这个神秘古堡一层的 那个圆形石台上 她刚要拔腿 再次飞起 忽然 耳边一个声音传来 请你 找到她 云彻的脚步嘎然而止 这个声音 她在进入太古玄州的第一天 和破开石门的 这半年之后 已经听到了很多很多次 基本上 每隔两三个时辰 就会响起一次 但这一次 却和以往的 每一次都不同 之前 她所听到的这个声音 都是虚虚渺渺 若不宁神 都几乎难以倾听 似乎是来自极为遥远的地方 而这一次 却是静在而尽 本章完 第四百八十章 残没之魂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你是谁 你到底在哪里 云彻停住脚步 转身看着四周大喊道 刚才的声音 静得 就像是在她耳边发出 太古玄州的气场 出现之前的半个时辰 空间会出现 越来越强烈的震荡 眼下太古玄州的空间 一片安静 云彻也自然不用急着离开 这半年以来 她一直都想弄明白 那个不断响起 而且明显只针对自己的声音 到底是来自哪里 和以往一样 她喊出之后 许久都没有收到回应 云彻目光开始扫视四周 刚才她听得很是真切 声音的来源 距离自己很近 真实的声音 会随着距离而衰减 灵魂传音也同样如此 她几乎可以确定 声音的来源 距离自己应该连十步都不到 云彻缓步走到高台的中间 目光细致地扫视着每一个角落 这时 一抹轻微的红光 闪过她的眼睛 她的目光顿时定格 落在高台靠着墙壁的尽头 这点红光 云彻在进入太古玄州的第一天便已发现 并且还找到了她的来源 但由于 她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将地砖轰开 所以虽然好奇和惊异于红光 而且隐约感觉 下方似乎还暗藏着某个空间 却也无力去探知 云彻走了过去 站在当初所寻到的那个位置 身体俯下 从脚下微小的裂缝之中 她看到了思维的红色光芒 从地下闪烁射出 时影时现 云彻沉吟一番 然后手凝旋力 一拳砸向了脚下的石板 碰 云彻的拳头被弹起 反馈来的感觉和声音都在证明着 这个石板似乎并不厚 至少要比自己用了半年 彩虹开的石门薄得多 她不再犹豫 坐下身来 凝神静心 左手兵仪 右手凤岩 整整半年 她超过八成的时间 都在重复融合的过程 因而 整个过程中 力量的引导与操控 都已是得心应手 没过多久 兵仪与凤岩在云彻的手中 融合成一朵 微微摇曳的冰蓝火焰 随着云彻手掌的翻覆 冰岩轻飘飘地 落在了下方的石板上 让云彻意外的是 脚下的石板 远远比她预料的 还要薄得多 几乎只有一张纸片的厚度 冰岩落下之后 这层石板 就如一块被迅速融化的冰层 在冰岩中快速地消失 冰岩向周围蔓延 一直将石板毁灭出 一个近一尺宽的正圆缺口 才完全地熄灭 目光 透过冰岩毁灭出的空缺 云彻看到了下方 果然暗藏着一个空间 空间之中 闪烁摇曳着红色的光芒 这下面到底是什么 那个声音 难道就是从下方的 这个空间里传出来的 一尺宽的缺口 勉强足够云彻直接跃下去 云彻犹豫了好一会儿后 终于还是前一脚步 从缺口跳了下去 这个隐藏在高台之下的空间并不高 云彻只跃下了不到两张的距离 脚下便已踩到了冷硬平整的地面 周围并没有什么危险的气息传来 但云彻的神经依然紧起 他抬眸看向前方 这个空间并不大 纵横不过十丈左右的长度 里面一片空旷 一尘不染 唯有这个空间正中心的地面上 立着一个红色的光团 这个光团大概有云彻的身体那么高 呈现着标准的圆形 释放的红光实强实弱 但整体上比较柔和 也不带有任何攻击性的气息 这是 云彻走了过去 站在了光团的面前 红色的光芒虽然并不强烈 但却很是浓郁 让云彻的视线无法进入光团之内半分 但直觉告诉他 这个红色光团之中 似乎包裹着什么东西 这到底是什么 太古玄州存在的时间 必然是极其久远 用茉莉的话说 便是久远到你无法想象的程度 经历了如此久远的年代 这个光团依然在释放着红色光芒 可见其多么的非同寻常 云彻伸出手臂 试探着身像这个光团 不要碰他 茉莉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让云彻的动作顿时一致 手臂猛地收回 身体如触电一般迅计后退 哼 没搞清楚状态 就敢伸手去碰 你想死吗 茉莉冷冷地道 这个光团到底是什么 云彻问题 无数年未灭的光团 所蕴含的 必然是强大到 让他无法理解的力量 他尝试着伸手碰触 也的确有些贸然 这不是什么光团 而是个极强的守护屏障 茉莉慎重地说道 他看上去毫无攻击性 但如果你敢贸然碰触 他会立即反击 他最低程度的反击 都足以让你死上几万次 能被茉莉用极强二字而形容 可想而知 这个红色光团 是多么可怕的东西 茉莉那句他最低程度的反击 都足以让你死上几万次 也并不会是危言耸听 云彻心里一咯噔 脚步再次退后了一步 你 终于 来了 飘渺如烟的声音 在这个地下空间 缓慢地响了起来 而这一次 不再是灵魂传音 而是清清楚楚 无比真实的女子声音 不仅云彻听到 就连茉莉 也听得清清楚楚 这个声音 比之刚才还要近得多 仿佛就从自己的身前传来 云彻迅速扭头看向四周 谨慎地道 你到底是谁 云彻的声音刚落 红色的光芒旁边 忽然缓缓映现出了一抹暗淡的白影 这是一个女子的身影 一身白衣 身姿略矮 半白的头发 还有微微勾楼的身体 证明着 她应该是一个早已步入晚年的老人 你 你是 云彻正了一阵 下意识地发出声音 眼前的老人身影很模糊 模糊地就如一缕飘动的白烟 似乎一阵清风 就可以吹散 在进入太古玄州的第一天 茉莉就和她说过 召唤她的人 极有可能是一个灵魂体 和茉莉一样的灵魂体 但 茉莉的灵魂体单用眼睛去看 和一个真正的少女 毫无区别 而且由于 依附于她生命的关系 她还可以触摸到她的存在 和触摸正常的身体无异 但眼前的这个灵魂体 却是虚虚渺 如风中残烛 我是一个守护者 守护着我的小主人 老人发出轻秒苍老的声音 灵魂传音 她要好久才能发出一次 而面对面的传音 她似乎并无障碍 我一直在寻找你 已经寻找了你 很久 很久 你 寻找 我 云彻指向自己 然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左手 道 你是在寻找 天毒珠 没有错 我驾驭着玄州 跨越着一个又一个的空间 只为寻找到天毒珠 等等 云彻的脸上露出金融 你说的玄州 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艘巨大玄州 它是受你驾驭的 最初的时候 它的确是受我驾驭 但 那时的我 同样身中魔毒 每一息都在毁灭着我的生命和灵魂 为了能存留守护小主人的意识 我舍弃了身体和八成的灵魂 只留一缕残魂 也无力再驾驭玄州 玄州 便依照着我 最初留下的记忆印记 不断穿梭于固定的空间 周而复始 三百年一轮回 玄州的力量 也一直在不断地损耗着 时至今日 它的力量 也已灵静枯竭 好在天可连剑 在我残魂之末 玄州覆灭之末 我终于等到了你 云彻嘴巴微张 快速消化着老人 字字清缓 又字字 惊心地言语 这个庞大无比的玄州 竟然是受人所控 眼前的这个老人 以前竟然有能力 驾驭如此惊人的玄州 而玄州固定的三百年 在天玄大陆出现 固定的三百年 穿梭着一个个固定的空间 也是因为这个老人 残魂之末 说的倒是没错 茉莉声音之中 带着淡淡的怜悯 这个残魂 马上就会消散了 不会超过百息的时间 能在残魂消失前的最后百息 找到一直在找的人 似乎也并不需要可怜 百息之内 云彻的心灵猛地移动 他看着老人薄雾一般的身影 问道 你到底是谁 你为什么要寻找天毒株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从云彻的身上 老人没有察觉到任何的恶感 这是最让他欣慰的地方 他缓缓地道 我只是个守护者 我的小主人 我的种族 也早已被世人所遗忘 无需再提起 我的小主人 他深重可怕魔毒 混沌之间 唯有天毒株可解 为不让魔毒扩散 小主人被封入了永恒之书 永恒之书 老人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飘渺 混沌动乱 神魔恶战 苍穹颠覆 神痛天枯 我带小主人驾驭玄州逃离 永恒之书封锁了小主人的身躯和灵魂 也让他的气息消失于混沌之间 从而让他躲过了那场复天之难 只要以天毒株 净化他身上的魔毒 他便可重新醒来 我悲苦一生 也可终得善果 魔毒 魔毒 老人口中的这两个字 让天毒株中的茉莉气息微乱 因为他所种的 也是一种魔毒 而且 是所有魔毒中最可怕的那一种 是神觉伤毒 也同样只有天毒株 才可以净化小米 老人的声音越来越轻 内容 也开始显得有些混乱 他不想说出自己和小主人的身份与来历 却又似是不由自主地诉说着曾经的画面与片段 而他本就薄如轻物的身影 也在这时更加的轻薄 他是一个守护者 为了更长久的守护 他不惜放弃身体和八成的灵魂 一直守护到了残魂即将完全散尽的最后一刻 云彻无法不为之动容 他看了一眼那个红色的光团 道 你的小主人 就被守护在这个光团之中吗 天毒株的确就在我的身上 如果他真的可以救你的小主人 而且不会对我个人造成伤害的话 我会试着竭尽全力 本章完 我会试着竭尽全力 我会试着竭尽全力